福建民间的象形拳 鹤拳 鹤拳发展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最早的名字被称为白鹤拳 曾广泛流传在福建境内的多个地区 在久远的发展过程中 白鹤拳逐渐演变为 非鹤 明鹤 素鹤 石鹤四个分支流派 四派拳法虽然面目各有差异 但都讲求奔法中的以气补力 内外合一和出拳招式间 刚中带柔的弹抖之力 并且从外观看来 鹤拳无论手情姿态或是身形动作 都与自然界中鹤的动作特征 有着明显的模仿与象形痕迹 是在南拳流派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象形拳法 与中国传统武术中的规律 武功以怎样的面目出现 往往隐含着创权者对攻防搏击的自身认识 南方人由于普遍身材矮小 贴身进打则成为在搏击对抗中最为适合的战术 而鹤拳弹抖力的爆发与短促正为此种战术提供了条件 贯穿贺权之中的搏击理念便是贴身进打一招致敌 鹤拳 在这路少林鹤拳中 虽然其外形和动作幅度上与福剑鹤拳有着明显的不同 但在其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与福剑鹤拳似曾相似的拳脚椅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待